以后这就是你睡觉的地方啦 土豆 虽然没有了豪华小屋 但是还是很温暖的 土豆呀 搬家真的好累呀 又累又饿 点完卖还要等好久 我们自己动手煮碗面吃吧 就这个啦 拉面说 真的是满满的料呀 趁着煮面的时间调个料汁 加入铜骨高汤还有油泡辣子 三分钟到了 好了 面条已经煮好了 盛到碗里 这个面超级Q弹劲道 捞好之后把面拌一下 裹上料汁 就像换了一套华丽的衣服一样 瞬间好有食欲啊 再加上一些配饰 好了土豆 我先开始吃咯 嗯 太赞了吧 面条咬下去Q弹筋道 面饼的香气一下子充满嘴巴 接着各种调料的味道 混合发工 腊味 叉烧味 葱花芝麻 还有炸豌豆丰富了口感 嚼到它脆脆的 看土豆 他也在吃东西 好了好了 土豆 不好意思 馋到你了 快吃吧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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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